好難都知道, 皇室假期以前好輝煌 但通關後, 皇室假期好像避不上以前 大家討論度不是很高, 不知道是不是這個原因 所以皇室假期作出升級行動 今次去看看, 升級後皇室假期情況如何 現在就先介紹交通路線 在羅湖口岸出來後, 先向前行, 直行見到香格里拉 過馬路後繼續向前行, 前面有人民南站A1入口 坐過站去到向西村站, 在C出口出 先向前行, 之後斷左, 前面有皇室假期 首先介紹價錢, 皇室假期團購優惠實在有太多選擇 令人有花多眼亂的感覺 我覺得簡單點會更加好 今次我選中式按摩, 加大堂項目 再加24小時肉票, 價錢460元, 應該最多人有興趣 可以逗留24小時, 第一杯手作飲品免費 另外還有好多飲品, 水果, 任飲任食 北海道雪糕, 限時供應 還有中式按摩90分鐘, 免簽小費 12款大堂項目, 任選1款, 同樣免簽小費 時間分別比較大, 由20分鐘至45分鐘 但這些團購沒有包午餐或晚餐 想吃飯, 需要另外付錢 另外團購星期一至日通用, 假期都可以, 非常簡單直接 在大堂搞手肉後, 就會去落架 之後換衣服和擺飲品 跟住去洗澡, 洗澡後去湯匙 當然有濕精, 乾精設施 畢竟皇室假期有一定歷史 這些設施最近沒有翻新過, 所以環境好一般 對比近期介紹的水療會, 相差好遠 我直接坐電梯上3樓, 休息大廳 3樓是我逗留最長時間的地方 除了全身按摩和食飯, 基本上都是3樓 上次我來皇室假期大約4年前 現在3樓的裝修, 跟之前分別都好大 比起上次, 現在裝修好看了好多 變化最大, 亦多了一個X探索站 加入了好多日本動漫元素, 整個場都生共了好多 周圍放了好多懶人沙發 比起以前的沙發更好看, 而且更靈活 懶人沙發好似大勢所趨, 相信越來越多水療會會轉用 還有一些大型星球的裝飾, 非常配合這麼黑的環境 太空營地有好多獨立空間, 全部都需要收費 1小時19元, 套餐6小時69元, 12小時109元 太空營地分為兩層, 樓下空間高度不高, 但面積比較大 地下鋪了床墊, 足夠兩人睡覺 裏面一部大電視, 可以看電影, 看電視劇, 玩遊戲 不過有不少電視劇, 電影都需要另外再收費 又去方便, 亦不太適合後味 裏面還有小型風扇, 懶人沙發 又有USB插頭, 可以充電 樓上空間高度正常, 但面積比較小 放一張雙人沙發, 就沒有其他地方 這張沙發可以變成雙人床, 裏面都有大電視 因為收費一樣, 如果給我選擇, 我會選擇樓下空間 平面面積比較大一點 自助飲料吧, 飲品真的很豐富 紙包飲品不計其數, 維他都有好多款 烏龍茶, 橙汁都有 咖啡又有好幾款 冠裝飲品都有不少 有些飲品我沒有見過, 特別有興趣嘗試一試 還有不少熱飲, 特別適合女星 還有一款寧靈滿意 我試了一包熱檸檬茶, 味道像檸物, 都蠻好喝 觀影空間有個好大眼光幕, 畫面都幾美, 音質都不錯 旁邊有好多座位, 可以睡在那裡看電影 看來幾有趣, 問題電影比較舊 出球吧有3張標準的出球桌 1小時30元, 好像沒太多人幫到 過飲吧有一部咖啡機 還有凍檸茶, 凍奶茶, 凍咖啡 我試了凍咖啡和凍奶茶 凍咖啡好像小時候的咖啡, 我好喜歡這個味道 奶茶味道有幾怪, 好像加了好多奶 這裡都有幾款雪糕可以飲食 我試了一杯乳酪雪糕, 我覺得不夠酸, 但乳酪味好重 手掌飲品都在, 第一杯免費, 我選了流芒爺爺 工作人員做了10分鐘, 非常認真 飲品份量好少, 但裡面有好多榴槤肉 所以榴槤味道好重 我自己好怕榴槤的味道, 但依然覺得非常好喝 喜歡榴槤的朋友, 不容錯過 黃西加琪有網巴, 1小時15元起 網巴套餐8小時90元 也有Xbox, PS5, Switch, 1小時25元 基本上好多攝司都需要另外收費 不過三樓有幾部街機, 完全免費 街機應該安裝了月光補盒, 所以裡面遊戲比較舊 但都有客人有興趣 雖然有一個吸煙的房間, 但好多地方都有人食煙 水果宵士就有好多水果可以選擇 有些水果都幾新奇, 好少見到 順帶一提, 大部份的服務, 都是下午1點至2點才開始提供 我早上來到皇室假期, 但當時水果不是好多 今次我試了3款水果, 平均水準以上, 又有新鮮感 我覺得水果比上次更好, 有些進步 還有榴槤自由, 可以無限飲食 但供應時間晚上7點至9點, 只有2小時 所以我享受不到這份自由 旁邊有北海道鹹蛋黃雪糕 鹹蛋黃味道好明顯, 可以試一下 拍完3樓各行設施, 我就去2樓做中式按摩 按摩房跟上次分別不大, 這次我技師比較年輕 但按摩手法相當不錯, 很多次按得按非常酸痛 90分鐘中式按摩, 我覺得非常漫長 不過真的有治療效果, 所以我建議大家選擇這個項目 應該對身體有幫助 如果大家想吃飯, 可以去4樓 但因為又試這樣又試那樣, 所以已經有飽 好, 今次就沒有吃飯 最後就是3樓做大堂項目 3樓有幾個區域, 都是放上按摩椅 按摩椅有好多不同的顏色 而且全部按摩椅都好新, 坐得好舒服, 值得一盞 每個位置都有3款充電線, 任何手機都可以充電 大堂項目我選擇了敲腳30分鐘, 這個項目不是每間都有 而且我喜歡敲腳, 整個過程比腳底按摩輕鬆一點 技師手法正常, 沒什麼亮點亦沒什麼問題 今次皇室假期升級, 在硬件上的確有進步 但不夠全面, 而軟件方面跟以前差不多 我覺得皇室假期, 是想成為新一代的水鳥會 提供更多元化的娛樂設施 但很多項目都需要另外付錢, 而且價錢不便宜 這樣的確不是太理想 幸好團購價錢比較划算 無論如何, 有進步都好, 但還未夠, 很多細節需要繼續努力 大家又覺得如何呢? 請留言分享下 到這裡為止, 下集我們會再介紹一個地方 多謝大家支持, 下集見, 拜拜